同样忙碌的是英国首相梅伊 62岁的他这过去一个星期来可够他受的了 不断地奔波跟欧盟谈判 有关于脱离欧盟的各种的复杂条件 自家人的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 甚至他还惊险地度过了一次 自己人的不信任投票 索性首相的位置暂时保住了 可是备受屈辱 不过他似乎是相当的坚强 也非常的自信 只是这个坚强自信 反而激起了更多人对他的反感 那目前他碰到的最大局面 就是究竟脱离欧盟这件事情 在英国内部的分歧言论 能不能平息下来 也因此欧盟国家对英国是越来越不信任 是说要就好好谈 不可能再有复谈的机会 也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其实幻想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英国内部还是存在的 很多人觉得何妨再来一次公投 何妨还有机会留在欧盟 就是这样子离婚离不成 离了婚之后一直又不会坚定 只到如今整个事情如今就拖延到现在 已经两年半了 究竟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看看这过去一个星期的发展 也看看这位62岁的英国女首相 如何应付这几些棘手的局面 挺脱欧民众不只拿着英国国旗上街游行 还有人穿国旗装助阵 英国究竟要不要脱欧 从2016年公投前炒到公投后 到现在都快两年半了 仍呈现巨大分歧 反脱欧声浪在英国也不小 伦敦不时举办游行 街头还能看到反脱欧民众装扮成首相梅依 讽刺他推动的草案又蠢又昂贵 谈好的退出协议草案 就公民权过渡期 北爱尔兰边界等问题提出折衷办法 本来计划12月11号要让国会表决 但梅依10号到国会报告时 听完议员们意见后说 美伊引后投票就是想争取多点时间 替纠结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寻求解套方法 第二天他立刻启程 风尘仆仆航行共2400公里 先到荷兰海牙见总理旅特后 再飞德国找总理梅克尔 接着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寻求重新协商脱欧协议的支持 结果中途在柏林发生尴尬查取 每一座车抵达首相府后 车门居然卡住 让梅克尔站在红毯上干等 约15秒后梅依才顺利下车 这似乎预告了梅依接下来不被受敌的命运 全眼出魔戒 孤魯的英国男星艾迪瑟特斯 就模仿梅依打扮 融合孤魯经典台词 讽则梅依主导的脱欧政策混乱不堪 这支名为唐宁街10号内部画面外流影片 有反脱欧团体拍摄 影片最后 孤魯版梅依还摸着草案 说出经典台词 影片在表决前 po上网后全球疯传 不只反脱团体狂骂梅依 部分与他同党的保守党员 对梅依疑虑加深 12号竟串联起来 宣布对梅依进行不信任投票 原本的脱欧瞬间演变成 党内对梅依逼宫戏码 A change of leadership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now will put our country's future at risk and create uncertainty when we can least afford it A new leader wouldn't be in place by the 21st of January legal deadline so a leadership election risks handing control of the Brexit negotiations to opposition MPs in Parliament The result of the ballot held this evening 顺利停过倒戈危机 而且未来12个月内 国会不得再对他提出不信任投票 也就是说未来这一年 美伊可以专心处理脱欧中 最棘手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这条看来普通的公路就是爱尔兰与北爱尔兰边界 长度约499公里 沿途没有检查哨 还有不少人像这位牧农一样 牧场横跨于爱尔兰与北爱之间 这名牧农担忧原因在于 北爱尔兰属于英国领土 而爱尔兰是独立国家 原本两边同属欧盟成员国 人民与货物都可以自由流通 但现在英国脱欧后 北爱尔兰跟着离开欧盟 人员 货物流通 关税等规则将跟着改变 但20年来 北爱与爱尔兰早已形成共同生活圈 我们有很多人 在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 但他们其实住在北爱尔兰 所以如果有避免 在国际的距离 也不会到国际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冲击经济生活外 设下实质边界 也让两边人民 回忆起1960年代 北爱尔兰独立内战的惨痛历史 直到1998年也就是20年前 英国政府 北爱尔兰 爱尔兰三方 才共同签订和平协定 实体边界跟着撤除 没想到20年后 北爱又面临硬边界问题 然而基于人道与经济因素 欧盟与英国都同意要避免这问题 才在草案里提出边境保障措施 同意北爱可暂时留在单一市场 与关税同盟内 但脱欧派认为 这将与欧盟藕断丝联 还有人认为这等于一国两制 美伊于是表决前踩刹车 并赶到欧盟与职委会主席 荣克会面 希望欧盟给予北爱的边境 保障措施一些额外保证 荣克直接拒绝打乱美伊算盘 虽然美伊已经摆脱脱欧 对他政治生涯的冲击 但眼看2019年3月29号 法定脱欧日子就要到来 英国国内仍是一团混乱 甚至酝酿进行二次公投 没想到一场与欧盟分手的戏码 英国竟闹得如此不可开交 感性脱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